早前戀愛行圖鴉事件引起社會關注 有遊客認為即使在公共場所也未必可以進行圖鴉 相關行為欠缺考慮 亦都呼籲政府給出正確的指引 來到情侶戀愛勝地 怎可以不留下一些回憶 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四房公子何有君 早前參加內地綜藝節目的時候 在戀愛行的牆壁上寫下求外語句 這個舉動看似浪漫 但是就引發社會爭議 我不太清楚這邊的文化 就是我覺得如果要 因為在西方一些國家也會有 就是這麼表白牆啊 或者是就這種塗鴉牆的 那如果要是本來就是一個風俗的話 我覺得它還OK 但如果真的是傳統的這種 傳統的這種 傳統的這種怎麼說呢 叫叫叫對文物的這邊 那可能會不太合適 對於城市來看的話 肯定是有一點這種不太文明 但是如果就是說這個地方是 就是規劃的或者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挺好玩的 就是這樣 何鴻燊的這段《愛的告白》 現在還留在牆上 有無名義例的遊客前來打卡 而塗鴉外用隨著明星效應 越來越多 什麼什麼都佔滿了整個牆壁 除了有表白 還有粉絲應援偶像的標語 或者各類調漢語句 只要你想到的都還在牆壁上見到 有遊客認為 這樣的明星效應 在當時拍攝的時候 就已經欠缺考慮 而且如果作為公眾人物 他可能這方面的一個引領作用 會比較大一點 也有可能人家會因為是他來過了 然後再來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影響力會比較大一點 而即使澳門當局呼籲遊客 不可以亂塗亂畫 但現場沒有看到任何禁止的指示牌 有遊客表示 並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裏塗鴉 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正確指引 以免造成誤會觸犯法律 我是記者 凌晴環 陳其澳門報導 請問一下